我這幾年來的心得是 我們在做準行爭議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要把一方變成是萬惡的對象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社會溝通是不可能的 當有一方完全被你排除 變成是在這個民主政治體制外的時候 他也沒有意願要跟你溝通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的時候那個是一個優惠的情境 我們要去理解他在當時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 那除了理解跟同情之外 就是我剛剛前面第一點強調的 你本身帶著這個民主化之後的價值坐標 去給予評價 謝謝